2020年相信大家最喜欢的数字就是零 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数字 一次次清零的背后是无数个夜以即日 不同时代的年轻人也许有着不一样的性格 但国家危难时刻却有着同样的担当 在全国战役的日子里 冲在最前线的各行各业的青年突击队员超过百万人 他们给困境中的城市带来支撑和温暖 用青春力量实践热血担当 自己也一夜长大 火神山医院建设需要人 接到动员电话 留守武汉的中建三局技术员黄田没有犹豫 总有人要上 冲吧 当天 这位90后就回到了自己的设计岗位 医院建设中的每一条缝隙 都可能直接造成医护人员的感染 为此 黄田每天拿着图纸 在现场一遍一遍走 记录 整改 销和 每天要走三万多步 火神山 雷神山两座医院的三万多名建设者中 60%是团圆青年 分属13支青年突击队 65年前 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支青年突击队 在北京展览馆工地诞生 18名青年木工 攻坚克南 掀起了一场青春风暴 从此挑战各种极难险重心 成为青年突击队永远的担当 在武汉市第一医院 唯一的一套正压防护头套 给了插管赶死队 因为对医护人员来说 插管是感染风险最高的操作 他们要直接面对的是患者开放的气管 已经为一万多个病人插过管的刘宇峰 为新冠肺炎病人插管时 手心仍会冒汗 有时还会颤抖 好像回到了初学时候的样子 插管医生手里这根内径7毫米的软管 是为患者搏一线生机的最后希望 而重症患者衰竭的呼吸 留给插管赶死队的抢救时间 只有60秒 好的 进入 好 等一下会有一点努力 好 插管成功 在这场全民战役中 00后也上了前线 刚满20岁的刘家怡来武汉已经一个多月 这是她离开父母最长的时间 她的任务是帮要离开的医护人员脱防护服 把住感染风险的重要防线 一天六个小时包裹在厚厚的防护服里 还要不停讲话 重复指导动作 每次下班都感觉身体发僵 更难受的是N95口罩带来的窒息感 就像是六个小时被人捂住鼻子 摘掉口罩才像是回到人间 我穿上防护服我就不是害了 下午五点到武汉酒店 晚上九点就全副武装进了医院污染区 原胜的阵地在武汉统计医院中法新城院区ICU 四十多天 她和队友每天做的 是和死神争夺生命的最后一次努力 配合医生插管 清理呼吸机管路的冷凝水 帮危重患者翻身 每一步都让人捏一把汗 可每次面对家人的视频 袁胜却一脸轻松 五月份二宝就要出生了 袁胜写了一封信 给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宝贝 为了这场战斗 职责所在 我没有陪你和孩子过春节 眼看着重症病人 经过我们的治疗和护理在好转 等我回去 一定陪你去产检 迎接二宝的降临 1月26日执行的 CA043航班包机任务 27岁的孔大伟记得特别清楚 武汉封城后 国航空中保卫青年突击队 成了铺就这条生命航线的主力军 那天接到特殊命令 临时改飞 疫情严重的武汉 运送的是医疗人员和救援器材 为白衣天使护航这110分钟 孔大伟有种不一样的感动 机上一百多名医护工作者 看不出恐惧 眼里透露着乐观 自信 他在心里默默祝愿 早点消灭病毒 自己再来接他们回家 2020年的春天 我们一起走过 80后 90后 00后 披上战袍奔赴战场 青年突击队 用行动证明着自己的责任 担当和价值 青春无悔 青春无敌 英皇战防着火力 只要祖国一致召唤 大力需要奔向哪里 防战下大 大战防 我们民众不许 不许 每次美梦新世代 温度的青春在美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